回到全球聊天室 今天很開心 也要請到了曾經任教於印度的 弗蘭明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目前擔任國科會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的 資深研究員Roger劉淇豐 Roger他是在台灣出生 美國改造 然後過去旅居印度多年的學者 他對於當然美 中 台 還有印度都有非常深入 而且第一手的接觸經驗 Roger你好 Gino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Roger 第一個我們就來請問說 過去我們都知道以前就是Made in China 都是中國製造 全球消費 但現在在這種美中對抗的格局之下 整個國際供應鏈還有外資 都好像發現苗頭不對 從中國開始撤出了 世界工廠要換人當了 印度總理莫迪他倡議印度製造 Made in India 也得到蠻不錯的回響 這同時莫迪也一直很想要拉攏 Tesla的執行長馬斯克 去印度來這邊設廠 來這邊生產電動車 那請問Roger對於這樣子的國際情勢改變 你覺得印度他有做好準備了嗎 我覺得印度在前幾年其實有累積他一點 這個電子工業製造的能量 所以有一些生產線在一些大國際大廠 包括富士康的訓練之下 我覺得他們已經已經熟悉 這樣國際的這個產業鏈運作 所以如果要在這個基礎上擴張的話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現在印度就印度政府就是希望能夠趁著美中貿易戰的這個之後的情勢 能夠進一步的把除了手機的生產鏈之外 能夠把筆電或是其他的電子產品也一起拉進來 特別是他們最近幾年在focus在這個半導體的製造 他們也希望能夠有朝一日能取代中國 成為這個世界半導體製造中心之一 請問印度這邊 他們工業製造的優缺點 就你瞭解 可以幫我們分析一下 印度在歷史上他缺乏輕工業製造的這個歷史 輕工業 對 譬如說就是一些小型的電器 加電 白色加電 或者是其他的 除了大型電動機機車 或者是像火車或那種大型機械之外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這樣製造經驗的 所以曾經有一位印度的教授很直白 跟我說我們印度是沒有製造業的 印度是在以前是計畫經濟之下 所以國家說要發展鐵路 他們就生產電力機關車這樣子的大型的機械 或是挖掘機 或者是煤炭的開採機 這種的重工業的機械 他們是有製造能力的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印度鐵路的 所有的機車機物 他們說是他們自己製造的 但是他們對於家電 這種商品化的小型的製造業 他們是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說直到過去幾年來 他們開始開放的時候 他們再開始生產 所以當然現在你在印度可以買到很多印度的Amazon 上面可以買到很多印度製造家電 但是我可以跟你們分享我的經驗 我用我們用的經驗都是很快就壞掉了 他的品質並不是很好 我買了電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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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太先進了 就電風扇 還有一些冰箱的話 那當然是跟三星合資的 冷氣也是跟LG合資的 所以比較不會壞嗎 對比較不會壞 比較有品質保證 一個電風扇是要怎麼壞 電風扇他吹吹以後 他會發出雜音 就是說你如果不開到最強的話 你只開弱的或中或小的 他會發出他會有一種很奇怪的頻率的抖動 他會發生很大的聲音 好像要解體的那種 這真的是要再出過才會製造的 然後想要趁美中在那邊對抗的時候 來個魚翁得利 這算盤打得太驚了吧 這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印度人很喜歡說 就是亞洲的第一個這個 晶片製造廠 其實是落腳在印度的 在一九九零年的左右 印度曾經在龐哲普邦 成立的一個國家出資的 這個晶片的製造的實驗室 那是全亞洲最早的 在在韓國在臺灣發展起來之前 那是全亞洲唯一的 那結果呢 但是後來印度人很喜歡講這一點 後來發生了一場神秘的火災 就把那個廠給燒掉了 我們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覺得這當然是玩笑話 因為所有的這個體系 不可能因為這一間廠就整個拉起來 對 所以但是我覺得後發優勢講 就是這個 因為印度人把這個一些產業鏈 整個移植過來 所以他們就是邊做邊學 過了幾年也累積這樣的經驗 就是說你也許不懂得如何製造 很品質很高的電風扇 但是在製造一些晶片的時候 因為你邊學邊做 所以你的製程還是有一點保證 所以他們基本上現在是打這樣的如意算盤 你過去八年都在印度生活 並且任教 並且工作 請問就你的觀察 印度製造業 你剛剛講到就是他品質 良幼不齊的問題 還有哪些地方 他 你覺得明確就是他做得不夠的 印度的話當然有 他 他有他的優勢 有他的問題 他問題主要就是在一些周邊的一些支撐的 這個體系 譬如說他的基礎設施 一向來說都不太好 但對大廠來說這不是問題 因為印度斷電是很嚴重的 整體上來說 然後大家都這是OK 這是日常 對 但是因為大廠 或者是一些比較關鍵的這個部門 他們都會預料到這點 所以他們都有自己的發電系統 所以你一段電 馬上這個自己的發電系統 就會直接接上來 或者是大廠 甚至就建立自己的電網 所以就不用靠著印度政府提供的電 這樣會比較安全 所以我想這種是不是什麼問題 就是說周邊的 周邊的一些支援的體系 但是比較重大問題就是 地方政治可能會有變化 我們談到印度製造的時候 常常會談到政治上的不穩定 那很多人會覺得說是印度跟中國 這種國際政治的不穩定 其實我們要關注的更是 那種地方政治的不穩定 因為印度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 所以他中央執政的政黨 跟地方執政的政黨 不一定是同一個 雖然BJP在這幾年有長足的進步 但是他local的這個 在省一級的這個政黨 有時候常常會換屆 那像有一個最近的例子是班加羅爾 就印度的IT之城所在地的這個省或是幫叫做卡納塔克幫 他最近換了這個左派的印度國大黨執政 左派印度國大黨這個為什麼會執政呢 因為他他就是承諾選民說我上臺了 我每個人都每個月都發給你們一萬到五千魯比的錢 讓這些婦女或是待業在家的人就不用擔心 但是他們的這個政策就被人家抨擊 因為錢不知道從哪裡來 所以大家就在想說 哇 支票可以這樣開 支票可以這樣開 那大家就想說那沒有錢的話 應該會跟那些電子產業伸手拿 而且整個這個投資的這個方向 有可能會有改變 所以印度很多人也在猜說 這個班加羅爾接下來是不是在ICT上面 會失去他的吸引力 會移到其他的城市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外部 外部比較有風險的地方 你剛剛提到說Bangalore 我多年前我有去過一次Bangalore 我對印度印象最深刻 那時候是我去 我記得我搭Toto 可能我忘了Toto還是這輛車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們在臺灣我們有路燈有習以為常 我跟你講我們真的是溫室里的花朵 印度很多地方沒有 當然沒有路燈也不會有紅綠燈 所以一路你開多長喇叭就按多久 我在印度沒有一次搭車的時候 是那個喇叭不按超過二十次以上 這對我來講 那時候真的是文化衝擊 請問對於其他外國的公司來講 他們如果進入印度 還會有哪些cultural shock 有哪些文化衝擊嗎 尤其是我覺得文化衝擊 最大是對東亞的這些投資者 譬如說日本 韓國 中國或臺灣 因為東亞的文化比較內斂 比較不會張揚 但是印度是相反的 印度是要表現自己 因為人太多了 你必須要吸引大家注意力 表現自己 然後你大概只有三分的實力 但是你講到十分 對 然後印度的話工會非常的發達 而且印度人對自己的這個能力 都非常有自信 所以如果他做了兩年 你跟他說你做得不錯 然後你沒有給他加薪 他就會說你竟然說我做得不錯 為什麼沒有給我加薪呢 他就會去工會 然後工會就會跟local的politician 結合 然後他會把這變成一個政治問題來衝擊你的場 對 所以接下來這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臺灣我們好像長官 如果說你做得不錯 我就是 是 我就接下了 我就很無性很多的回去工作了 是 他說那錢啊 就是不要 不要只是誇獎 錢 讓我看到錢才算數 不要實際的這個benefit 因為印度基本上有他辯論的傳統 所以印度人很會講 也很喜歡講 他也很喜歡講自己的攻擊 因為人多嘛 所以必須要凸顯自己的優勢才行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 才能夠 才能夠想辦法鶴立雞群 對 在我們錄影的前幾個禮拜 印度成為第一個登陸月球南極的國家 那其實那個整個登陸過程 就是都有在直播 然後大家都在非常密切的關注到最後 終於成功登陸了 就是那個舉國歡騰 也出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那請問Roger你覺得 科技研發實力這一塊 印度他做得怎麼樣 印度我覺得要看 你要看哪個area 因為科技的話有很多種 譬如說我們從ICT 就是直通訊產業來看 印度在製造方面並沒有那麼強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連這個最成熟的製程 要製造都有問題 但是印度的強項是在設計軟體 所以現在印度在Focus的一個重點是Fabulous IC Design 就是五場的這個晶圓設計 就是畫出圖像 設計出這個IC裡面的電路 然後拿去用光刻機印出來 然後把它做成晶圓 後端這一部分 他們可以交給國際大廠 譬如說台積電這樣做 但是他們可以Focus在前面 這點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我最近我有一個很有 就是我覺得很好玩的觀察 因為我最近也在查閱類似的書籍 我發覺關於半導體製程的課本 你看你可以看那個名字 都是中國人寫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漢語的拼音 然後我去看Fabulous IC Design的 都是印度人寫的 所以這其實反映他們專長的不同 對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軟體的話 印度人是很擅長 有人說為什麼印度人軟體 那麼擅長 因為印度有很多事情 你不能控制 所以你必須要非常有耐心 你必須在整個混亂中 找出一點共性 那軟體的這個程式行的修改 就是這樣做這樣子的工作 你必須找出bug在哪裡 所以他們可以坐在那邊 做一整天 然後慢慢的bug找出來 這是另外一個 印度人說話的時候 其實你如果注意的話 他印第語裡面很多是被動式 被動式的意思就是 譬如說他們說 如果美國人會說I fell in love 對 印度人會說love happens to me 他們在講的時候 這都是外面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對 意思反映的出來就是說 他們並沒有辦法控制外面的世界 對 對 所以外部 因為外部的世界很混亂的關係 所以印度人必須去適應這樣的情況 而找出他們的這個應對之道 這就有點像他們在更改城市的時候 你在找bug的時候 因為你去跑一個寫出來的城市的都都很龐大 都有幾百萬行 你不知道那個錯誤出在哪裡 對很多東亞的人 他們的腦筋是比較program well programmed 他們會覺得很煩 會覺得很煩躁 這到底錯誤出在哪裡 他們就會不想找 但對印度人來說沒關係 因為生活本來就是一團混亂 所以我們要找出問題 遲早會被我們找出來 所以他們內建就是殘定 對他們的內建就是一種應對混亂的一種特殊的這個talent 謝謝Roger你今天的分享 因為時間的關係要做個ending了 今天非常感謝Roger來到現場 跟我們分享了印度的語言 還有印度的科技研發跟製造實力 以及台商能不能夠在印度複製下一個世界工廠 那這個禮拜有哪些重要的國際新聞 廣告回來 請繼續鎖定全球樓電視